民众党三日于高雄举行党代表大会 继五周年党庆特别规划火烤柯文哲的环节 对此前立为沈富雄 四日在政论节目中表示 柯文哲在党庆的场合 那里头整个过程、流程 让人家看起来非常震撼、压抑 这是一个温度计 是在测试现在民众党的声势 社会上人家的看法 以及人家的走向 沈富雄坦言 柯文哲何许人也 竟然可以让陈志汉火烤 我们年轻的时候 这就像是教授在垫学生 这拿柯文哲IQE武器来垫 他当年在马办的六点承诺的不聪明 这是非常冒犯的 沈富雄接着说 像我度量这么大的 我的助理也不敢放肆到这种程度 柯文哲跟陈佩奇都讲马办的那六承诺 柯文哲是有后悔 但陈志汉直接拿出来说 你是笨才去签那个 所以陈志汉不认为是后不后悔的问题 这跟柯文哲的立场相反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白目 沈富雄最后也对柯文哲有三点建议 首先你应该很公开的讲 我2028不选了 他那个在马办承诺又后悔 完全是一个信念 我会选得比喉友一好 只有我选才会当选 这个念头他现在恐怕还有 沈富雄认为 柯文哲是绝对当不了总统的 柯文哲你凭什么会当选总统 你一定要放弃2028 再来第二点 沈富雄坦言 2026休想去高雄或是台南选市长 你会选得比在台北 选得更糟糕 更难看 从此大事更显得对你不利 沈富雄最后也说 第三个 在单一选区的体制之下 小党很难活 以前没有一个党 活得下去 这些你要避免党走上泡沫 柯文哲现在的力道 还可以尽一点心力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所以昨天贝奇医生有发文 说在蓝白河过程 然后对有一丝丝的后悔 那会不会觉得没有这段过程 可能现在民众党就超车 变成第二大党 蓝白河是这样 当时在讨论蓝白河的时候 白河先跑掉一半 蓝白河破绝之后 蓝又跑掉一半 所以事实上我们有研究过 刚好民调掉了两次 就在这两个阶段 所以像这是这样 我发现蓝白河 如果是和平的河 就没问题了 因为事实上从现在在立法院的看 其实我们很多议案还是可以合作 那如果是这个河 合作的河可以 合并的河我看就困难 DNA差太多了 主席到那边之前 佩奇医师有一个想要 他想要入党 只有9月退休之后 你会同意吗 还是有推荐他可以来担任什么职务 入党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他入党 当然表示欢迎 我想用正面的角度 至少我们一定 一定是和 那这个和呢 包括和平的和 包括合作的和 那我想这个都是正面的 我们持续的合作 持续的大家共同为台湾来努力 桃源市议员黄金平日前爆料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后悔总统大选 蓝白河破局 且民众党认为几个 脑袋没想清楚的人 嗨的 国民党前发言人 肖静言 则在全国第一永节目中表示 大概在前一周 又党内前辈在讲 柯文哲 现在应该很后悔 看到现在这样的局势 民众党看起来 没什么人要理他 民众党立委理念 要么 没什么战力 有战力的又有可能 威胁到柯文哲 肖静言 接着指出 现在柯文哲 面临这些案子 没人要出来帮他讲话 有出来帮他讲话的 反而是有点不小心 造成落井下石 像提到 纪律当即天下力 求民当求万世民 看起来 似乎在暗奉柯文哲 肖静言认为 民众党内 开始有人在怪陈佩奇 黄珊珊 陈志涵 不令人意外 因为当初这些人 反对蓝白盒 柯文哲在马英九文教基金会 签六点协议出来 柯文哲那时候的感觉 就是想当副手了 后来回到民众党去开会 他们自己内部也在讲 那一天是气低迷 您认为民众党有必要增加 副主席这个职位吗 因为现在外界都说 可能下一个被动到 就是柯文哲 那民众党可能要 柯文哲会被动到什么 当时候办完这份餐的时候 然后就传出说 剪掉下一个会所 宁可文哲 我想还是柯医师或柯主席 我是相信他的为人 那基本上第一 我觉得他不会贪啊 因为一个亚斯波格的人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贪吧 所以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 毕武姐可以先帮我们讲一下 因为今天的这个报导就指出说 民众党好像有意想要增设这个副主席 那这个部分因为这里面点名说是 有可能会倾向于招宁 那这部分你这边有愿意吗 那党这边有跟你沟通过吗 我不晓得这件事情啊 那一般我不回答这种什么传说啊 听说啦 我想这个报社说的 这个我就不予回答了 基本上没有这一回事 所以就觉得说 这个报导就有点太 无中生有啦 我觉得无中生有啦 这为什么会冒出这个 我觉得有时候媒体就喜欢制造一些话题吧 因为报导里面是认为说 柯文哲还是需要一个这个 他信任的人来交付所谓副主席这个职位 那外界就认为说可能就是 还是您这边比较适合 这个我就不予评论了 这文燦被查之后 其实蛮多媒体人就点名说 下一个可能是民众党 甚至是主行民 那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这文燦那个案子 因为我很喜欢看那个 宫斗剧 你知道吗 都说不是宫斗剧 历史剧 我就想起那个四阿哥跟八阿哥 还有那个习近平跟薄熙来人 所以最后演到的这个 賴清德跟郑文燦 不过是这样啦 郑文燦是过去传闻就很多 其实我比较 觉得奇怪的是 你们七年前就已经在监听了 还有跟踪拍照一大堆的 怎么七年后才办 这才是太奇怪了 这个 这个是典型的 是仰案 还是要改曹犯贷才可以办 还是说你要被逗垮才会办 这才 这才是太奇怪了 至于我个人 我常常想说 我没有做什么坏事 我怕什么 我每次都说公开透明 把有关我的 如果有 对我有疑问的 把那些公文全部都调出来 全部上网公开 看哪个地方有问题再来讲 新竹市长高宏安 因涉滩 日前 一审被判七年四个月 高宏安 除了遭停之外 也宣布退出民众党 而有消息传出 由于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同样官司缠身 为防他未来出事 有党代表打算在8月3日的党代表大会 提案新增副主席 并考虑推举前立委蔡碧如出任 知情者告诉联合报 民众党立委黄国昌的立场跟做事风格 让党内某些人无法认同 他们担心柯文哲若发生什么状况 党务会由黄国昌主导 使得白银走向灭亡 因此希望蔡碧如能重返党中央 协助处理党务 但对此说法 民众党强调 有关媒体报道以防柯文哲也出事 民众党酝酿社副主席 提及民众党将与党代表大会 讨论增涉副主席议案 台湾民众党发言人戴于文特此澄清 该报道毫无事实根据 目前并未有党代表提案增涉副主席 戴于文表示 近期有许多报道 用杜撰揣测方式 将司法案件与本党相关规范 进行不当连结 企图带风向 扰乱党内运作 内容毫无根据 根本 编剧等级 希望外界不再以而传而 借此炒作政治话题 248 כbraérer 韩数 兔 1 ign 5 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